我們再看看下一條 這是第十四條 這裡只有circle A和B的兩個項目是-0和-30 應該是在x-asset上 稍後可以畫出來 Circle C passed through A和B Delogged the center 就是g It is given the y-coordinate of g 是-15 首先我們先把 center 做hk 因為y-coordinate是-15 先把 center做h-15 其實我們畫圖出來 看看data是這樣的 當然 現在這樣寫的時候 有可能是h 是正數 如果你再細心點看 其實這裡拉上去是垂直 這兩個mid point 一看下去就會知道是10 但我用回最基本的方法 因為這兩個是半徑 我用回這個方法計 而它算是10 就是íz 這是普通的算數 今天應該是角色 足夠射的 deliber 找到H之後,我照顧這個題目 縮小了 我們知道原心是10和-15 所以x-10的2次加y-15的2次 等於半徑 半徑我用了-0的點和原心的距離 就算成為整個圖案 即是把整個圖案爆開 我比較推薦各位同學,以整個圖案表達 我們現在看看下一個部分 Destrict Line L 現在有一個直線,PASSFOOT B和G B是這點 稍後會畫一幅圖案 小L配合到大L 小L配合到大L 就讓P be a moving point in the rectangular coordinate plane such that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P to L and is equal to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P to L 即是L和大L和小L 兩條線都是平衡的 兩條平衡線和兩條平衡線 equal distance 應該是中間那條 彌陀道 不是彌陀道 是中間那條平衡線 所以我們直接寫下 這個圖案 就是這條問題 Describe the geometric relation between Tor and L 它是平衡的 其實是中間的圖案 我不知道小L的線是如何 我們都不需要理解 只知道Tor是經過A的位置 當然可以再計算 L 如果有需要就計算 沒有需要就不計算 好 那就是Find equation Find equation Tor 如果有圖在這裡 真的有真相 因為其實有圖 有真相 有個point 負十零 接著這裡有兩個point 因為L是大L 是Plus2BG 所以我們先找到BG的階段 BG的階段 即是L的階段 0-15 -30 -3 3 4 換言之Tor的階段 就是3 4 用這個point y-0 x-10 等於3 4 這條就是Tor 你會發現分數很容易拿 當然 第三部分當然是難拿 就是這裡 它慢慢去到B A2 的題目 那些題目就會一條一條 比較複雜 那我們看看最後的部分 SupposeTor Cut C Tor Cut C At another point H 在這裡 Someone Claims That The Angle G A H 這兩個Angle 是小於70度 小於70度 讓你解釋 其實這裡 如果你要找這裡 你可以找H的座標 然後用Cosin Law 去計算 但我嫌這些 在Gaumetry上 我覺得不夠爽 我們用一個最基本的方法 就是Slope Tangent Angle Incarnation 等於Slope 那個方法 因為這條線 其實是 等於Slope 3 其實這個角 我們可以計算 如果這裡 我們畫一條線 這裡有一個Angle Incarnation 就是這個角 我們有計算 Angle Incarnation 當然我們要計算 這面的角 因為你實際上要計算 這個角 我下一張Slide 給你看一下 怎樣去看問題 我重新畫過一幅圖 下一張Slide 所以Slope 就是3 所以Tangent 就是Angle HAB 留意一下 HAB 即是這個角 是Angle Incarnation 按機器 是36.9度 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因為Slope 就是-3 我只會按 所以Tangent B -3 -4 其實如果你按Shift Tangent 就會去到這角 即是去到另外一面 即是大於90度的角 但如果我們把它變成正數 即是這邊 即是這個角 當然我們是Default 所以Angle B A B A G 就會等於Tangent Tangent Tangent 這個角 就是3 over 4 所以都是36.9度 加上它其實是73.8度 大於72度 所以它說是小於70度 其實是不正確的 這樣 好 這裡一段